平阵高中高院工商两强 今天在中信杯黑豹齐四强赛对战 平阵推古林瑞阳 朱毅生两名U18世界杯中华队国手轮番登板 联手封锁高院打线 中场以6比0胜出 连三年晋级冠军赛 周三将与古宝家商兵未免 中信杯黑豹齐全国高中棒球大赛四强战 平阵高中以6比0击败高院工商 晋级冠军战 记者王腾一摄影分享 古林瑞阳在今年9月赴加拿大参与U18世界杯后 殷商休息两个月 直到上周黑豹齐16强赛才复出登板 今天抗四强战先发 主投五局 竟被敲出三支安打 送出四次三阵 没有失分 他说球队投手很多 所以这场没有设定投多长 尽力表现 原本期望自己能投完六局 但古林瑞阳投到第六局时留下一 二类友人的局面退场 朱一生接替后先用双杀化解危机 合计后原四局无失分 只被急出一安打 他提到自己打完U18回来后 状况起起伏伏 这一战有找回感觉 保持着平常心上去投 但表现还可以更好 靠两头联手压制对手 平阵大线在二局上由保送展开攻 林俊恩敲二雷打送回第一分之后 第四度贞观将对决第二届冠军古堡 吴伯鸿说 跟他们打势在预料之中 到时候看谁细腻度好 就有机会赢